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好,那我们继续讲解Linux Shell的热门 这节课呢,我做一个实战的小例子 就是有些时候呀,我们需要一些数据进行一个测试 但是我们没有数据广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使用Shyl生成一些数据 那这些是一个Shyl脚板 这地方呢,主要运到了一个负循环 因为循环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数据 那负循环的这个使用呢,也比较简单 和传统语言呢,是一样的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复制到这个文档中 这个时候我们先启动一下虚拟机 我先讲解一下这个脚本 首先呢,vim创建一个文本 创建好以后呢,脚本里面写这些内容 写一下内容,然后第一步是先删除这个data.tft文件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反复去执行这个数据 并且修改这些参数 进行一个不同数据的生成 比如说生成500行,2000行等等 那这是创建这个文件,我们刚刚删除了 之后就是佛循环 佛循环跟我们传统的写法是一样的 那是先定义一个I变量,然后在这控制它的那个条件 它如果成立的话,就继续走这个do,它结束符呢是down,就是for,do,down,对吧 那结束完,运行完一次以后呢,进行一个加加,继续判断条件 条件如果再成立的话,继续运行 在里面做了一个就是定义的一个字符串,然后stn,然后将这个变量的值取出来 比如说第一次是0,对吧,取出来就是0,然后这个name就是name 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是0,name,0,对吧,1,name,1,对吧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需要这个,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可能我们需要更复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有名字,对吧 还需要什么年龄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那我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例子 我就多写了 然后这一列相当于就可以派生出很多列 多半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员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些数据,对吧 最后呢是将这个结果 然后输出到这个data文件中 那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类似于重定相符 那最后结束 然后输出一句话说这个显示这个数据 然后冒差看了一下,那脚本的运行呢 我们先是将这个shel进行一个权限设置 然后它有可执行的权限和运行权限 然后最后运行脚本 我们是使用这种刚差就是说是调数模式进行运行的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linux好了没有 然后我们的内容是root密码是hadoop 好,我们这个时候 这地方点右键呢 这地方有一个openinterminer 就是说打开一个中端 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ip是148 因为老师的地方呢配了dhcp 所以他每次获取呢都是一个新的ip 大家可以把这个dhcp关掉 然后每次呢都是一个固定的ip 这是148 好,我们确定一下连接 放大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连接进来了 好,我们先就在当前路径下吧 我们创建 嗯,看一下有什么目录呢 我们进到这个马开东下面 好,我们返回去 我们进到 马开东-com里面吧 这里面干净一点 file里面 我们创建一个shell 嗯,创建一个vi 然后是for循环 date.sh 好吧,输入一些命令 把它粘过来 好,右键粘贴 好,这就过来了 我们保存一下wq 然后现在收封呢 我们看一下 它在这地方 我们赋予它 权限可知 mode u加lx 或循环date 我们ll一下 就是详细查看 看到没 这个时候它的色彩已经变成绿色了 说明它的权限改变了 好,我们使用sh-lx调射模式运行 回车 这个时候呢 生成内容 我们从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就是刚才我描述的这种形式 什么有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调射模式下运行的这 结果是不是实在太多了 是吧 我们 我们退出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改的小一点 我们生成的数据太多了 是吧 我们就生成上五行数据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的 看到它的整个运行过程 它首先呢 是删除了这个data数据 对吧 因为我们第二次运行 我们看下第二次运行 它15行应该是wc-l 然后是数据对吧 15行对吧 我们确实生成五行数据 而不是刚才我们查看的这个2000行数据 所以 RM每次都是将数据清空 那这也是一个写脚本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巧 好 我们用vm打开一下 好 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小小代码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好吧 那这地方呢 就提醒一下这个 箭头 好 那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运行过程 首先是呢 删除 然后创建了这个目录 touch 这个命令 对吧 紧接着呢 i等于0 这个i呢 正好小于5 对吧 在编程语言中 我们是很很很难看到这个 这个详细步骤的 那在摄像中你看 是非常清晰的 然后呢 给这个string呢 配一个 str 配一个 逗号 name 这是我们故意写的 对吧 之后呢 name等于 就直接 执行 那个复制了 name0 逗号 复制给他 看到没 这地方是i 这地方也是i 然后输出 对吧 接下来i++ 看到没 这是for循环的三个别量 i等于0 然后小于5 然后是i++ 都在这展现了 好 下面就是依次累退 12345 最后输出数据 收一下数据 然后查看一下数据 好 这就是他整个执行过程 所以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 那再打开一下 可以强调一下这个for循环的使用 for循环的使用呢 必须有个do 对吧 这地方有个do 它是以down结束的 好 那我们在一个文件中写入数据呢 在shel中是这样写的 直接一个icon 是吧 然后变量 然后重新向 相当于重新向到这个文件中 这个呢 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append 在语言中间有append 是吧 对 它是一个效果 好 刚才我们呢 演示了这个shel中的for循环 并且生成的数据 那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写好一个shel以后呢 我们希望它是定期运行的 就是说这些数据或这个脚本 我们希望它定时用行 而不需要人的参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core table 这是Linux自带的一个定时任务 那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公司 只要你参与了脚本的编写 都是有一个定时任务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一般任务都会选择在凌晨2点3点 执行 或者说是每分钟去执行 好 那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core table的使用 它就是处理定时任务的这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定时任务如何查看 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我当前用户root 有什么定时任务呢 我们在这个的功能在新手刚入职以后 想查看该公司服务器上 本服务器有什么任务 它可以一边学习或者了解一些业务的情况 可以通过core table-l进行一个查看 我们回车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他说没有一个core table 也就是说这台服务器可能是空的 他并没有执行过core table 那老师现在演示的呢 也是没有经过任何验证 就给大家讲的 那这样的讲课的方式呢 是能发现问题 并且让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新手去做这个事情 我我才能像你们一样的去思考很多问题 那现在我就以之前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开始写执行这个整个过程 好吧 那既然没有我们是不是想想插入一个定时任务 插入一个定时任务 然后怎么样呢 是core table-e 然后回车 他就会有一个类似于VI编辑器打开的一个这样子 让你输入 那这个地方问题来了 我们输入什么呢 是不是很茫然 好 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 它的格式是这样子的 就说core table呢 需要这六行 第一行数据呢 它主要是分钟 还有这个小时 还有日期 还有哪一月 还有星期级等这种相当于维度 来进行一个定时任务的书写 那最后一行呢 第六行 才是它真正的这个要执行的命令 就是说你在这地方设定时间 最后一行设定你要执行的命令 这地方当然是share命令 一般情况下 还有可以有php啊 只要是脚本的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python php都是可以的 那它第一列呢 就是一个分钟 大家都知道 分钟呢就是肯定是几分钟 对吧 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等等 那第二列呢是小时 那小时也不用说 那就是几点执行 对不对 那如果是零的话 那就是24点 也就是第二天的刚开始 对吧 一般这个零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我们很多任务都是要从零点开始 那第三列呢是一个日 就说是在几号执行啊 比如说是只在五号执行 好那第四列呢是一个月 就说是哪一月执行呢 一般这种比较少见 但是这种一般有这种相当于一个月报 对吧 还有个季报年报 这种东西可以设定为这个周期长一点 月对吧 还有星期几执行呢 那这就是零到六 那零呢就是一个星期天 星期天去执行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种周报 对吧 我一星期执行一次 比如说星期一去执行前期天的任务 对吧 那知道了这个它的格式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样例 就说是一个实战的这种写法 就是整个是一条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这看一下第一位也是什么呢 第一列呢是一个分钟 它的意思说是每小时到第二十分钟去执行 对吧 那星呢就代表的是忽略该属性 就是说是不去考虑这个其他的属性 比如说不去考虑第二列 有小时日啊 月啊 星期几对吧 只是去分钟级的去考虑 那它就是第二十分钟去执行 那一个小时只有一个二十 对吧 好它就执行什么呢 是最后一行 这有个空格 最后一列啊 最后一列去执行这个脚板 它首先呢看到没 这地方呢是一个shell 组合 就是说cd先进到这个目录像 然后看一下并且 并且就是两个and 对吧 并且执行一个shell 并且以调试模式执行 然后重丁向到这个点log 是将它的执行的这个杠叉 里面显示的内容 也就调试的信息呢 全部放到日志里面 所以写日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后面的2大于and1 它的意思呢是后台执行 那这是一个后台进程 那有些成功呢 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个这样的and符 表示它的后台去执行 好解释这么多呢 我们复制进来 每20分钟去执行一次 但是显然这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现在演示的这种情况是吧 这个打开呢就跟vi一模一样 然后使用i键插入 这地方显示了insert 我们复制一下 它的意思呢就是执行一个定式脚本 只需要一行 一个定式脚本呢只占一行 好 这地方我们写改修改一下 可能一个20分钟执行 我们看一下当前linux日期多少 那我们退出保存一下 好 它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提示你安装了一个新的定时任务 对吧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 它是03分 对吧 我们需要在05分的时候执行一次 我们修改一下05分 好 我们静静的等待 它就会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将这个文件先修改一下 我们先将这个data删掉 删掉吗 是的 然后把这个文件修改一下 我们修改为一个6 这样子我们就方便和刚才的进行一个对比 以防止不一样 那这其实我这段已经做了删除 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也没有关系 好吧 我们看一下时间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观察这个界面 现在是这些文件 那一会儿呢 它就会在这地方生成一个forData.log文件 就说是一个执行shell的一个日志文件 对吧 是以shell的调整模式执行的 好 看到没这地方已经实行了 而且风秒不差 它就是在05的时候执行了 这地方已经执行完了 因为这个shell比较简单 所以它很快执行完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对不对 对吧 我们先cat一下 因为数据不多 看到没 确实是六条数据 对吧 嗯 这样数不过来 我们用wc-l统计一下 确实是六条数据 没有问题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日志 我们使用冒差看一下日志吧 好 它的执行过程呢 和之前我们说的是一样的 好 毫无疑问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个 我继续执行一下 好吧 我们把这个复循环 这个shell再修改一下 我们现在呢 给它放上 6万条执行 并且每次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睡一下 我们睡上一秒钟 好吧 我们睡上一秒钟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 是21.06 我们赶紧改成07 然后使用的是 clotable-e 07分 是吧 好 这地方已经生效了 好 我们等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日志删一下 RM for 熊环节 log 删除 是的 我们把这个数据不删除 我们看一下它把它的数据 会不会覆盖 因为它不会覆盖 因为我们在脚本中已经写了RM 删除它 然后进行一个创建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 好07已经过了是吧 我们赶紧看一下 好它的日志已经生成了 好我们先认真的看一下我用什么命令了 用tel-f 我之前讲的动态查看日志对吧 然后加个fn 然后查看20行 意思就是说是查看 从尾部查看文件 第几行呢 查看倒数第20行 然后哪个文件 for循环点log 回车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动态的变化 就是说是这个脚本呢 一秒钟用行一次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查看文件的这个tel-f 也是动态的去查看它最新的内容 所以tel-f 在这个定时任务用行的过程中 或者查看一个动态的文件的时候 它是可以跟随日志 查看最后几行 以便程序院观察这个数据是否正确 显然我们刚才观察这个动态 我们再观察一次 这个动还是非常的非常好 这样的话 程序运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观察它是否有错 对吧 好 我们停止一下 按住Ctrl加C 这些呢都是在工作中经常运到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说那现在你用的是CtrlTable 按上键 CtrlTable-e 查看的是当前用户的一个定时任务 那么我现在呢 不想当前用户的这个定时任务 我想查看其他人怎么办呢 那这个呢也是非常经常用到的 因为我们Linux呢是多用户的 那每个人写的定时任务呢 都是在他的这个用户下 那我现在是想看某某某某某人写的定时任务 他可能离职了 但他定时任务还在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业查看 那怎么查看呢 我们下一个参数-eo 比如说我们查看MyCircle这个用户 这个地方呢我先不演示MyCircle 我们查看一下root 那刚才我们没有加-eo-root 其实他默认呢是打开当前用户的 加上-eo-root以后我们回车 看到没又回到了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定时脚本 好 那我现在要去给MyCircle这个用户写一个回车 他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任务 是空的 是吧 并没有其他的 那知道了这个呢我就不写了 那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只不过是用户不同而已 这地方也提醒你了 他是一个空的 对吧 好同样去查看MyCircle的一个任务列表 定时任务列表 你怎么看呢就是-l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给MyCircle起这个定时任务 所以没有 那我们查看这个root的9呢 刚才我们之前看着没有的 那现在看下去吗 显然它有了一条对吧 好 好 再解释一下这个是后台去运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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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